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又大涨349点 今天最多涨400多点 两天加起来700点 两天大涨了700点 跌得快 涨得更凶 上礼拜 你要做什么 杀股票 那就错了 林德燕上礼拜还是告诉你 赶快买底部的起涨股 这是难得的机会 我没有恐吓你 没有嘛 对不对 我没有像其他节目 在恐吓你 欠了啦 要死了啦 我们下的啦 要放盘啦 我有这样讲吗 没有嘛 所以股票投资放轻松 你才不会追高三低 你看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大跌 很多人下得要命 礼拜一开盘之后 就开始砍股票了 昨天融资减了28亿 昨天涨271点耶 融资减了28亿 你知道连续三天 融资减了65亿 大家在台股票 杀到眼红啊 航行总是这样 当投资人把股票杀掉之后 航行就开始大了 我昨天特别给大家看 为什么美国股市跌 台北股市不一定要跌 什么原因 你看一月份 后面两个礼拜 道琼跌4.6% 纳斯达克跌5.5% 史丹普500跌4.4% 飞行报道比较多一点 8.5% 南韩跌9.8% 香港跌6.4% 台股跌了6.8% 我们都已经领先 美国股市跌超过了 我们都已经拨超过了 所以美国股市 亚洲股市跟台北股市 先拨要等 美国股市才下来 所以台北股市不见得 还要再继续补跌 对不对 我特别统计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你格局要大一点 不要每次都集中在小格局 每次都在看短线 当天的强弱 你看到九阳中 礼拜一 早盘还有人在砍股票 台楼六优惠啊 亚洲股市全部都大涨 是不是领先下跌 就开始领先上涨 台北股市涨了271点 外资买了145亿 昨天美国股市就上来了 费城报导体大涨3.9% 道琼涨229点 纳斯达克涨2.5% 科技股大涨 这对台北股市有利的啊 所以礼拜二台北股市 又涨428点 是不是上星期 我跟大家分析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 今天亚洲股市台北股市 亚洲股市今天继续大涨 台北股市根本没低点 开高136点 最多涨428点 太阳去349点 连三两天 两天去700点 两天去700点 所以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 跌277点 六天跌到1100点 我上星期五特别说 你不要看外资在杀低 不要看外资大卖347亿 外资是故意要把盘打下来 因为它空单被套住 打下来补空单的 所以礼拜五 外资台子级空单 补了1万口啊 外资打下来 赶快把空单补掉 就光是这个动作 就注定 这个礼拜一定强力反弹嘛 上星期五是怎么这么说 所以连续两天 涨去271点 今天又去400几点 收盘去439点 两天加起700点 是不是跌得快 反弹也急 那这样一跌一涨之间 到底是空方胜 还是多方墙呢 你比较看嘛 对不对 我算给你看 我算给你看 很多人还沉迷在 下跌1100点的阴影 你看六天跌1100点 是不是平均一天跌183点 那两天涨700点 是不是平均一天涨350点 一个平均一天跌183点 一个一天平均涨350点 谁比较强 当然是多方胜出嘛 当然是多方胜出嘛 所以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不要自己怕自己 我昨天特别给大家看过 外资从11月12月到1月中 1月13号 两个半月时间买了2200亿 结果六天而已 六天而已 六天而已 杀出了1800亿 对两个半月半月的股票 全部分没了 全部分没了 全部分 是没嫁头去 没嫁头去哪 卖过头就要补回来嘛 所以昨天外资大买 今天又继续买 你要看得懂外资在玩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才不会被他唬住了 被他骗去了 你看今天行情上来 今天谈上来 把上礼拜式的跳空缺口补掉了 如果这个跳空缺口不补 叫突破缺口 那危机都还没解除 那把缺口补掉 代表这只是普通缺口而已 那普通缺口 都出现在什么时候 都出现在盘局里面嘛 所以这个缺口补掉之后 就告诉你 行情即将开始进入 相形震荡的走势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我昨天讲过了 即将进入区间了 就好像六月到十月区间 一个范围里面来来回回走 那现在涨了三千五百点之后 第一波把距离拉开 也要开始进入区间了 我昨天讲过了 要开始进入区间了 果然间把缺口补掉 更证明 接下来是一个区间的行情 那区间好啊 在区间里面 指数上上下下 累股开始不断轮动 这是一个最好赚钱的机会啊 你只要记得 不要去对账 买帝离 起账的你就可以买掉 帝离不过去又贪大钱的 你快落费 在轮动效应之下 一磅接一磅 有让你更多赚钱的好机会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戴着口罩买股票 戴着口罩买股票 你只要养成 不要去队贯 买底部GIO股 你同样继续贪钱下去 不要去惊基数 不要去怕指数 你又不是超多台指数 你是以股票为主的 总归你的输赢在个股 去队贯贯 买底部的起涨股 你一样一磅一磅 50% 50% 30% 30% 继续贪下去 指数涨跌都正常 整个架构才是最重要的 盾头架构没有变 你放心的操作 任何压回 就给你减便宜货的时机 你看上星期你走得要死 六天跌到1100点 是不是走得要死 有点车滴就好了 忍过去海阔天空 你现在回头去看 两天涨了700点 两天去700点 两天涨了700点 那你回头去看 这打下来这不是让你减便宜货吗 不是送钱的机会吗 是不是 所以眼光看远一点 我经常讲 看得远 你就赚得多 你一直只看眼前 那有今天就没明天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记得 心胸宽大一点 放轻松 股票投资你就要放轻松 那么紧张干什么呢 把自己绷得紧紧的 行情一跌 走得快退股票 那卖完之后 哇又上去了 又白了 所以放轻松 节奏很重要 今天77.4%都集中在电子股 你看昨天 涨271点 由全资股 台积 鸿海 联发科 日月光 全资股 互盘 反击 今天礼拜二 又涨 349点 一样是全资股 鸿海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联电 富邦金 今天要去3% 日月光 大力光 连大力光都起来了 刚开始的扭转 全资股是应该的 因为只有全资股 才有办法把 盘给扭上来 对不对 当盘扭上来之后 那么下一波 接下来 就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就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所以你不要看 这些全资股一涨高 你又去追油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 我昨天特别给你看 今天台积电 又涨了3.4% 对不对 起二十一块 为什么 因为外资 昨天又出报告 台积电目标 高把 还有一千一的 一千一百二十五块 那现在台积电 跟六百块而已 那人放到一千一百二十五块 一喊就喊个一倍 你要吓死 投资人啊 所以外资喊那么大的一个目标 散户当然去追台积电嘛 那一千一百二十五真的会来 九百真的会来 我经常讲你要看外资在做什么嘛 不要用听的 你要用看的 外资一直在发布利多 结果一直在卖台积电 两星期卖二十万张 卖了快二十一万张 那你听外资的话买进去 就是全部都投到了 那台积电上面套那么多 你再去追 就危险嘛 对啊 就危险了嘛 红海 外资一直调高目标 结果卖了两万张 这都卖去追 都危险 台达店也是啊 外资越说越好 结果一直卖 卖两万七千张 你去卖的上面算法投得多 你再去买就危险了嘛 反而日月光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注意 因为外资卖台积电 卖联发科 卖台达店 只有日月光 它是一直加码一直加码 昨天又买了三千多张 一月份买了六点九万张 外资持有日月光 法人持有日月光 已经高达79%了 已经直逼台积电了 那既然外资一直买 那你就放心吧 行情跌 外资没有退 继续加码 所以日月光你还是要注意啊 所以不要去买买对冠 对冠成买就变成买一只鸟漆啊 就危险了 记得掌握全新的底部起掌骨 你看日月光 外资座帐一开始我就点名日月光嘛 台积日月光台达店联发科 我都重点在那一支 刚开始你不相信啊 我做给你看啊 我们对上级开始买 是不是一路涨 过完年之后再喷出 起到一百空九户 五十九买的涨到一百零九点五 三个半个八十五% 你看台积电 就算让你买最低卖最高 也只有五十八%而已啊 联发科让你买最低卖最高 也只有四十三% 日月光我们整整一个波段 八十五% 几乎是联发科的两倍啊 几乎是联发科的两倍啊 所以判断很重要 不是随波逐流 你看日月光最近也打下来啊 那判断来正常的啊 大半路一千一百点 你说判未来很少的嘛 对不对 问题是下来要能够再上去嘛 外资一直加嘛 十一月买十五万张 十二月买五点九万张 一月又继续买 包含昨天外资继续买 那今天是不是继续涨五%了 是不是继续涨五%啊 打下来 打下来的时候 我是不告诉你会再去 是不是继续涨两天 去要高趴 但日月光到这里 我不会建议你再去追 你不要再对无意义了嘛 虽然说外资喊到一百一十八 我个人认为不止啦 日月光我估他今年应该有一百六 可是不是会现在来啦 不会现在来啦 这波涨高了之后 你不要去堆啊 等后一波 日月光该买的时候我还是会卖 你现在要买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底部堆要开始去的 底部刚要开始涨的 那老机的跟这个肉的 不碰 30% 50% 你都贪得到 一档一档30% 50% 30% 50% 没有把握不动作 没关系嘛 对不对 这样不才会滚滚滚滚滚 这样你就可以赚大钱了嘛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一档一档都30% 50% 对 旺宏 高的就开始买了 你还要冰这个 十二档起买 望上把的的 Grand 不要再四三块钱 现在是60%了 这样是不是 30% 50% 是不是很容易赚到 群创也是啊 盘整就开始买了 九口三九口四 很多人都有根 我知道 根也无所谓 大家到底贪钱无所谓 12月30号15克没刀 一个半月是不是又60%了 账座是不是30% 50% 很轻松 在那底部你要咸Q 买了之后你要敢报 破的刀钱就是你的了 60%你就贪到了 这样一年做五支做六支 你赚个两倍三倍 就很轻松了嘛 是不是何必每天 盯着盘命在追高三滴呢 那电脱处辛苦的嘛 对你看望宏60%卖掉 群创60%卖掉 稳帽260都开始一路讲了 封关前过年前 348342继续买 买完之后是不是冲出去 四个五就是说不好再买了 会落下来 是不是掉下来了 是不是掉下来了 今天大门起来不要去追 两丘的 等于又落下 会民党又来求 文帽孤孤独断断 今年文帽有大行情 又是一步一步来 你不要急 你要做文帽 你跟我做 我带你做 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带你前我会带你出 这边起上座的国具 国具起上座 一支国具 四股的 贪那一杯 一支国具 四股的 贪那一杯 你都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的啊 三百二十四块 购到六百四十四 是不是贪那一杯 一支三十二万 十支三百二十万 股票投资就要这样子啊 你赚那种三趴五趴的干什么 辛苦啊 逮到一个机会 一倍就把它赚下来 五成就把它赚下来 要不才会轻松 对 三百二十四块 四股的 你是不是起了六百四还是 是不是贪那一杯 像我这样做 是不是三十八五十八 一支一支 都很轻松 昨天国具会跌啊 国具昨天会跌啊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没关系啦 放心会再起来 会再起来 因为春田制作所已经涨到 相当国具七百五了 太阳诱电涨到八百五了 所以国具有点燙 今天是不是又大了 像我大了 国具跟着来 我也没希望你再去堆了 国具该卖的时候 我会卖 国具今年后面又有的哦 又有的哦 可是下一波的买点 不要急 你带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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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又有起来 我带你买 现在要买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全新的底部起涨股嘛 一月有全新的底部起涨 一月有全新的底部起涨 让你带着你做 让你带着你做 我们三十八五十八一支一支 继续要弹下去 黄壮福电话 记得我们够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信 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神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涨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 23988 02239 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 23988 02239 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两天 涨了700点 我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是一个区间 肋股开始轮动 1月有全新的底部起涨 听到没有 近前十个十二个 一个大气的 你别再去摸啊 1月有全新底部的起涨 所以你要再去找 全新底部的起涨股 过年后一样 30% 50% 继续再探下去 林德燕子买底部的 底部的机油股 你看河硕 像六四块 底部没败的 我给你预告会追红海 是不是又30%了 所以像我这样做 一档一档 30% 50%的赚 上礼拜压怀继续买 买完之后是不是就上来了 那平衣比比比比比而已 才八倍的 这又起了 这又起了 华硕也是啊 很多人都有跟 240买的 对 240 249 246 248 买完之后 喷出去 这样是不是就赚了 一张又赚五万块啊 压怀赶快再加嘛 像我变起来 你看上个礼拜 大盘跌了 1100点 他没完 外资继续加嘛 这个赚赚又起了 华硕今年 贪32块以上 高价不是200几块的 绝对不是200多块的 绝对不是200多块的 你有 你有华硕的 你有华硕的报劳 开始进入营运旺季的 这最好 现在大家一定在担心 要过年了 剩三天 要不要报股过年 什么国家可以报股过年 我就给你加 起贯的 你就不要劳了 底部还没起的 你就就劳 刚进入营运旺季的 那最棒 你像新项 对 是不是又是底部 695 700 695 713 没完之后 是什么噴出去 押回来 760 740 国家买完之后 780 794 870 你都知道啊 寒假现在才过一半而已 你像什么 他那25% 压下来赶快买 上个星期五月就跟你说啊 赶快买难得的机会啊 想再败起来 这个就可以报股过年嘛 刚进入营运旺季的 就可以报股过年嘛 高尔夫球干也是啊 每年12月1月 营运旺季出货最高峰 大田 每个波段都会走 40天到48天 整理五个月 进入营运旺季 你看上星期 58.5买 买完之后 大盘大跌继续涨 大跌继续涨 大盘大跌继续涨 是否冲出去了 有两个金业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开始进入45天的多头 再剥的哦 大田今天下午发布 一月营收 又是历史新高 连刷第二个月啊 连续第二个月了 所以你要买 就买这种底部刚开始的 特斯拉 要入股比亚迪 特斯拉要入股比亚迪 谁会受贿 特斯拉概念股 不要乱想哦 真正受贿在这里 真正受贿在这里 宁德时代的供应链 宁德时代的供应链 反甲 真正受贿在这些地方 一月有全新的底部起涨 我没时间讲 你直接跟着我做 一档一档 底部再出发 30% 50%继续赚下去 广告中复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